这只家动画公司就能承包你的整个童年了 1. 虹梦卡通 这是一家有意义的动画公司 虹猫蓝兔系列 奇奇科克系列 还有神出小福贵 这些作品都是虹梦制作的 特别是虹猫蓝兔和小福贵 在刚上映的时候 都是打破了无数记录 拿下了无数奖项 虹猫蓝兔七霞传 把霞之大者为国为民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却都经历了被恶意抹黑刷平分 导致近波下架整改 直到近些年那批孩子长大了 他们才得以平反 可惜这家动画公司如今已经落寞了 2. 重庆市美 市美爸爸和别的公司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他确实不太有钱 所以很多作品都是接着制作的活 比如神魄 还有巴拉拉小莫先知梦幻旋律 但是质量都是很高的 除此之外还有提可系列 莫莫 月城 夏桥街 弹珠传说等等 都是市美所制作的 3. 华强方特 可能是熊除梦的光芒太过耀眼 导致其他的作品被忽视了 其实还有12生肖总动员 还有小级不好惹系列 4. 奥飞 这老小子可谓是财大气出了 战龙斯区 雷苏灯闪电冲线系列 雷苏灯一飞冲天系列 战斗王系列 机甲兽神系列 超线列宾凯登 爆裂飞车系列 巴拉拉小魔仙系列 电机衣小子系列 凯甲勇士系列 巨神战机队系列 火力少年王系列 好家伙 这老小子是真有钱 我去查资料才注意到 一个系列都能拍好久 不像别的动画公司 因为资金问题 导致系列断根的 5. 广州蓝湖 这个相信看过阿信视频的 都知道我是个蓝湖死装粉了 猪猪侠一到四部 火宝特工系列 落落力险记 超兽武装系列 宇宙新神 皮甲威虫之奇人王 五战道 快乐库宝 梦幻戏游系列 等等等等 都是蓝湖在10年前左右 给我们留下来的优秀作品 虽然现在口碑是毁育参半了 但我依旧对蓝湖充满幻想 6.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这个相信就不用阿信我多说了吧 已经不只承包一代人的童年了 是承包了几代人的童年 以前因为动画公司的变现渠道很少 所以真的都在动画质量上 花了很多心血 希望现在和以后的动画公司们 也能给我们创作出这一代的神著